喉嚨痛是一個很常見的症狀 哪些原因會導致喉嚨痛 最常見的還是有感冒引擎 那感冒又可以移出分為 相對常見的病毒啦 細菌啦 那除了感冒之外 也是有一些原因會造成喉嚨疼痛 包括了慢性胃食道逆流刺激啦 或者是環境過度乾燥 或者昨天吃完麻辣鍋 今天早上喉嚨不適 這些都是可能的原因 那醫生 我怎麼知道我是病毒感染 還是細菌感染呢 通常病毒性的感染 它還會伴隨其他全身性的症狀 不光有喉嚨痛 還會有肌肉痠痛啦 倦帶 甚至是腹瀉的狀況 所以這也可以讓我們稍微區分 到底是所謂的病毒性感染 還是細菌性的感染 哪些時候的喉嚨痛是不尋常的喉嚨痛 需要趕快救的 首先 像是如果你的疼痛 伴隨了吞咽的困難 吃不下去 甚至你產生了聲音沙啞 這個時候就要小心 是不是有可能你的喉嚨痛 已經往下延伸 造成呼吸道的窮迫 必須立刻就醫 另外 我們也常常在成人 發現它有取齒的問題沒有處理 進一步導致齒原性的深頸部感染 這個時候不公共痛痛 你外觀上 脖子就會有紅腫痛的現象 這也是需要馬上就一個症狀 那最近也越來越多報導 就是有些喉嚨痛 不尋常 痛了一兩禮拜沒好 還反而痛去耳朵 痛去往下活著延伸 這些也有可能是一些頭頸部腫瘤的前兆 也必須趕快就醫進行檢查 但如果喉嚨痛的時候 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哪些事情 舒緩什麼事 其實很大部份的喉嚨痛 可以藉由一些日常生活中的 這個小撇波來進行緩解 像是在初期感冒的階段 我們要適度的飲用這個白開水 那喝水方式也很重要 不是扭飲一次喝個五百一千 而是少量多次 藉由反覆的濕潤喉嚨 達到局部緩解效果 那當然如果你已經產生喉嚨痛症狀 就一定要以溫和飲食 清淡飲食為主 麻辣鍋 太辛辣刺激油膩的食物 也暫時要避免 喉嚨痛不是大病 所以大部份可以藉由專業醫師的協助 得到很好的環節 不過確實 解決喉嚨痛少部分是大病的前兆 所以萬一有太久不會好的喉嚨痛 建議還是盡速就醫 藉由專業醫師的診斥 希望提早發現一些問題 進進出問題